這天大的好教信 要趕快跟大家分享 老天到底為什麼 這麼建固國民黨啊 我XXX 又要回來了耶 我覺得XX回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真的假的啦 真的 這個男人太狠啦 這個男人太狠了 欸 我覺得蘇文昌真的很天 他的小編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有臥底還是在幹嘛 是不是在弄他 但一天到晚在那邊講抖音怎樣 抖音怎樣 他們是不是也不知道 那是抖音梗呢 抖音的模板啊 他們還以為是 因為抖音先傳傳傳 然後傳到台灣 然後台灣講講講 然後他就誤以為是 終於是台灣開始 不是 他用了漁模板 都是大陸槍的耶 他就是用抖音的漁模板啊 所以他就講這個 我真的很難理解 你到底在幹什麼 他們不是說要禁抖音跟小紅書嗎 我們最後還在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在過跨年之前 還討論民進黨想要 禁抖音跟小紅書的事情 沒有我覺得他們這樣很好啊 他們就繼續用啊 就是我覺得禁抖音 本來就是一件很荒謬的事嘛 所以你們就乾脆多用啊 只是說你們不要一方面 一直每次都說 說人家是中共同路人 中共啊現在叫做新的名詞來了 共鳴者 共鳴者 然後呢你又說要禁這個禁那個 然後自己用超開心 我在 應該是在跨年之前 我在節目上就有說過了 民進黨呢 他一方面說要禁抖音 一方面他們開始做短影音 開始做很多 他們開始在抖音上面開始經營了 而且這個小編做的 他還是 這是抖音裡面的語音模板 是可以選的 他其實是有台灣 就是台灣腔 然後可以選的 結果呢他就全部 去選了一個中文 就是要選一個大陸口音的 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 那為什麼他故意這樣做呢 是不是有臥底啊 就是有臥底啊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他那五個 他那五個所有那些所謂的政績 我也會覺得非常的荒謬耶 他裡面居然把平額公路拿來當其中一個政績 白禮縱樹已經差點讓蘇金權翻盤了 他還覺得那是政績 那個已經造成超級多民怨 然後非洲豬瘟你到底要講多久啊 對他就一個非洲豬瘟 然後弄到現在 然後其他我們剛剛講的一些治安的問題 什麼你怎麼都不講 因為做不好啊 我覺得那個小麗媛 欣欣講的沒有錯啊 他說沒有把蘇貞昌立即換掉 就是民進黨沒有在翻行啊 這是民進黨2024年很大的破口 我認為過完年之後會換啦 我覺得他會換啦 我覺得會換 但是我覺得這個速度已經慢到 大家會覺得已經就是過了那個時間了 我覺得很多事情 你就是你必須在這個期限之內做決定 別人才會覺得說你是有誠意的 你等到過完年之後才去處理 大家已經不覺得 你是為了2022年的敗選檢討啊 那選那原安這個假期的時候 不是有那種報導就來寫說 顧立雄跟陳時中要組閣 顧立雄應該是賴清德 他們很想要推的人選啊 然後蔡英文 他們因為賴清德 他們一直在尋找一個 就是他們可以接受 但是蔡英文又可以放心的人嘛 就變成是說 他們希望讓蔡賴之間 有找到一個平衡點 那蘇貞昌顯然就不是嘛 蘇貞昌顯然就是賴清德 他們的人超討厭他 還是陳建仁會組閣 陳建仁現在好像就是 賴清德也比較 就我的瞭解 賴清德那邊也比較稍微放 那你覺得是陳建仁還是顧立雄 賴清德他們那邊都是希望推顧立雄為主 我聽到是這樣 然後呢 但是第二名的話 就是陳建仁他們也免於接受 但是先把蘇貞昌換掉 那你要壓一個嗎 來讀 要來讀了嗎 我覺得可能是陳建仁 陳建仁喔 不是顧立雄喔 你覺得是誰 我覺得陳建仁機率也不小 但是傅格奎現在有兩個說法 有傳出 有新聞報導寫過 不是我瞎掰的喔 因為這麼天大的好 這天大的好消息 一定要趕快跟大家分享 有說陳時中啦 有說鄭文燦啦 鄭文燦我先不講 欸傅格奎過是陳時中 我真的不曉得老天要怎麼樣眷顧你們黨 老天到底為什麼那麼眷顧國民黨啊 陳時中 欸我大阿中又要回來了耶 我覺得陳時中回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真的假的啦 真的 老天為什麼這麼眷顧國民黨啊 我覺得陳時中回去的可能性是有的 我真的好想大阿中喔 就算不是傅格奎 但大阿中應該我覺得在民進黨還是有角色 因為你看他選完之後 還不斷的在浮選這件事情 就可以看出就是黨還是想要重用他的 不然我失誠時中的話 我才不想再做這些事情 他不斷在浮選這件事情 是跑去嘉義市 然後想說疼惜我大阿中 我就把票投給李俊逸 然後李俊逸就創下了近年來嘉義市最大的 最低票 然後現在又去浮選吳英農 感覺情況也不是太妙 本來可能還想要說 哎呀這個俊逸表現不錯啊 這個立委當時輸給王美慧啊 那個然後是不是就還他一票 結果看到大阿中來了之後 只好嚇得趕快只好不投敬意 疼惜我的人 疼惜我的人 結果發現疼惜他人超少 連在中南部都很少 然後現在又跑回來 那個台北這邊 然後又要去請吳英農 感覺也很微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 對於夏天一獲